又一部恢弘震撼的历史大剧《大秦妇》C位法评 为跨越15年的《大秦》系列四部曲《雄魂》收官 《大秦妇》讲述了嬴政如何在吕不韦、李斯等人的辅佐之下 一扫六合、统一天下 成为中华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的过程 剧中场面壮阔、基调严正 拍出来真正的古战场风貌 自秦孝公 也就是秦始皇爷爷的爷爷的爸爸 实行商鞅变法之后 秦国在战国时代崛起成为当时的军事大国 而大秦妇就聚焦在历史长河里被刻上里程碑的时刻 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开始试营业啦 首先要介绍的当然是老板 秦始皇嬴政 历史上的秦始皇真的是一个很难懂的男人 书同文、车同鬼、统一度良恒 这些真的是强迫症的福音 很有可能是个处女作呢 但当你以为他想安安心心做个好人的时候 文化潜质、严苛刑犯、繁多摇曳 对下层社会残酷剥削 这些看起来也是蛮像一心一意高垮这份事业的 这位老大活得真的很纠结呀 大秦妇第一集开篇 镜头就对准了这位千古一帝的孤高背影 他身着免服、手持剑柄 一步一步走上仿佛没有尽头的高材 我是你们的王 台词经过张鲁伊的演绎 展示了始皇帝骄傲而又充满孤独的内心事件 一个不是超级赛亚人的地球人 是不可能单枪匹马打下皇位的 让这位帝王出道的首席经纪人 就是传奇商人吕不韦 他也是细说史上的常客了 与嬴政说不清的真假父子羁绊 从小到大都不知道看过几个版本 亲手村时期的吕不韦 在赵国偶遇充当质子的银艺人 镇定此人奇获可居 然后吕大老板就决定把全部身家 投资到银艺人身上 亲妈不行就让她认了华阳夫人 这个得宠的后妈 找不到女票 给安排上自己的前女友 后来爱情事业双丰收的银艺人 做火箭般窜到了秦国国君的位置 可是银艺人当了三年老大也就凉了 之后 吕不韦决定表面上辅佐嬴政 暗地里搞起了自己的大事业 还对标起秦孝公曾试图善位的商鞅 大拳在握的他还一字千金 悬上能够修改吕氏春秋的人 这一做法 与此前商鞅的喜慕立信会有渊源 只是一个是为了立信 一个是为了示威 毕竟敢改相邦书籍的人打得得夺匪呀 此时的吕不韦已经成了嬴政必须除掉的障碍 曾经的重负被贬巴蜀 恐惧之下隐阵自杀 加上郑国区阴谋的败露 嬴政表示 你们这些客卿沉天搞事情 就下了个逐客令要赶人 但这些外来的技术人才才是秦国振兴的关键呀 这时候 李斯的一篇建逐客令 让嬴政打消了这个念头 李斯的老师是荀子 就是那个写清取之于蓝而清于蓝的大师 这位未来的丞相掐指一算 发现自己的法家思想和秦国的节奏很合拍 就决定报效秦国 是李斯建议嬴政先灭韩 以控他国逐一突破 升任高位的李斯影响了嬴政的种种策略 被分封 事行俊献指 统一文字 法律 货币 度量横等 都与李斯有关 作为一代书法家 秦始皇巡行的时候 诸多纪念课时都出自李斯之手 一山课时至今仍是书法入门的传书第一选择 电视剧有配角 但历史没有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中章 大前处都将一一呈现